还有六天就要迎来万圣节了 在英国伦敦就举办了当地规模最大的烘焙盛事 那这场叫做蛋糕和烘焙的比赛 汇集了世界各地的烘焙好手 精心制作各种万圣节主题的蛋糕 一名保加利亚籍的烘焙选手 以南瓜和女巫设计主题的蛋糕 拿下了全场最佳蛋糕得主 马上就到伦敦去走一趟 来看看这些恐怖惊悚 但是又甜滋滋的万圣节主题蛋糕 正在腐烂的遗体 脑袋还流出鲜红的血匠 还有虫子在头上爬行 这其实都是用翻糖和可食用色素 制作出来的蛋糕 配合万圣节 英国伦敦展览中心 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烘焙比赛 来自全球各地选手都拿出看家本领 烘焙各种惊悚恐怖设计的蛋糕 顿时把现场气氛转换成恐怖电影 其中最抢眼的就是这个放满南瓜和女巫的蛋糕 是出自保加利亚级烘焙师杨可夫斯基的乔首 这款蛋糕不只是全场最佳 烘焙师还完全没有事先设计 全靠他惊人的想象力设计出来 其实杨可夫斯基是在波兰烘焙这块蛋糕 当时他还特地订购一个仓位放置蛋糕 把作品带来英国参赛 不过现在这么看来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得奖者还能获得一千英镑的奖金 另外来自法国的糕点大师兰拉德也到场授课 教大家以腰果和椰子酸奶制作一块全素的奶酪蛋糕 对于这场比赛 他是十分佩服选手能烘焙出如此逼真的蛋糕 但他自己是万万不敢使用这些卖向惊人的糕点 它是不可思认的 它是品牌的艺术 我认识的计划 我没有认识做这种蛋糕 所以我只有这种蛋糕是 它是不真实的 它是很长时间去装饰 内面不会那么新鲜 但表演的部分 是不可思认的 除了各种万圣节主题蛋糕 现场也展示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主题的蛋糕 如帕丁顿熊 英女王的手提袋等等 当然这些全都是可以使用的 这场烘焙盛事会从10月21号 一直进行到23号 吸引了大约2万人到场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